《天氣報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江偉 香港今早仍然受到驟雨影響 首先看最清潔的雷達圖像 可以見到現時仍然有不少雨區 影響著香港 廣東沿岸 如果大範圍一點 看看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現時華南沿岸 至南海北部 都被一道廣闊的雲大覆蓋著 其實這道雲大和剛才見到的雨區 都是跟一道低壓槽相關的 如果受到這道低壓槽影響 香港今天繼續有驟雨和雷暴 各位要注意 雨量方面 由五天到現時為止 主要下雨的地方是香港的東部地區 雨量也有幾毫米 至於氣溫 今早早六點鐘為止 各區的最低氣溫 是介乎25至27度左右 到今天的詳細是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是多雲 還有有驟雨 還有幾陣雷暴 日間的最高氣溫大約是30度 吹和緩的偏東風 之後是漸轉吹偏南風 如果接下來的天氣 我們預計低壓槽 在之後幾天都會繼續在河岸地區培復 所以有些雲量雨量的預測可以見到 河岸地區之後的幾天 都不時會受到一些雨區影響 所以展望香港的天氣 在未來兩三天 都繼續會有些驟雨 各位要留意 今早的天氣報告講到這裡 再見